非有消息 英国罗洛公司的领导近期在范茅罗航展上说 准备开发用于载体干线客机的航空发动机 罗洛公司是全球三大航空发动机巨头之一 有人说如果它与CFM和普惠展开竞争 无疑将降低制造成本 使飞机价格越来越低 最终传导到机票价格也会下调 载体干线客机 现在主要包括波音737系列和空客A320系列 以及中国的C919和俄罗斯的MC21 目前对于波音737空客A320和C919这些机型 发动机可供选择的方案比较单一 只有CFM公司或者是普惠公司的发动机可供选择 特别是737 MAX和C919现在只能选择LEAP 暂时没有其他替代 发动机是飞机上最昂贵的部件 约占飞机成本的三分之一 如果单买则价格更贵 比如单独采购一台LEAP或者是PW1100 恐怕要花费小2000万美元 所以发动机是航空公司最重要的成本支出之一 理论上来说一架客机出厂后 随机装配的发动机可以伴随飞机寿命全过程 结合飞机进场检修时拆下完成自己的检修工作即可 但实际上受到质量状况 修理周期突发故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发动机和飞机的寿命控制难以做到完全匹配 航空公司通常都需要在采购飞机时 一并采购一定比例的备份发动机 以压低后期的运营成本 罗洛公司是老牌的发动机厂商 他后来将汽车卖给了德国人 自己专心研制更赚钱的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和核动力装置等 还积极进军新能源领域 研制了油电混合发动机和轻能发动机 罗洛公司的大型航空发动机 此前曾为波音747、757和767提供动力 也是著名的空K380客机最主要的动力来源 现在罗洛的发动机大量使用在空K330、350和波音787等大型宽体机型上 在小飞机领域 罗洛公司在支线市场的份额不如通用多 但它基本垄断了喷气公物机市场 现在弯流和环球快车 都在使用罗洛公司的发动机 达索也准备将珍珠10X发动机作为下一代产品的首选 疫情期间 罗洛公司损失惨重 也曾经因为向波音787提供的发动机故障频发 而焦头烂额 但至少现在看来 与普惠公司相比 它还算顺风顺水 市场地位正在不断加强 罗洛公司此前曾经在载体客机发动机市场上占有过一席之地 特别是它亲历制造的RB211非常著名 RB211最初是为L-1011三星客机研制的 后来成为波音757最主要的动力来源 也曾经在波音77上使用 这款发动机后来甚至被苏联相中 成为了图204的形状 中国早期飞诱应该对RB211磅礴的动力 和坚弱的声音会上的 但现在已经进入环保时代 发动机在追求动力强劲的同时 更要求节能环保和安静 节油是航空公司持续追求的目标 飞机配备更省油的发动机 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 罗洛公司紧跟潮流推出了 号称比RB211要节油25%以上 且静音无比 有分析认为 如果将它进一步的缩小 变成可供波音737和空开A320使用的发动机 会在载体干线动力市场有较高的胜算 但是也有人担心 罗洛加入载体动力竞争会提高成本 因为总需求量是有限的 多一个供应商就多一笔研发费用 虽说研发是发动机厂家自己掏钱 但最终都会平单到飞机成本上 例如波音737只使用CFM的发动机 如果变成三家都供货 每台发动机就必定分摊更多的研发成本 关于这个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或许英国佬认为 现在普惠发动机质量问题经久不衰 正是挤掉它的绝好时机 朋友们 你们觉得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